大家好,我是小岩 凉藕馅饺子怎样调馅更好吃呢? 您一定要试一试这个做法 这样调馅鲜嫩入味 我家孩儿他爸都可以吃两盘 一起来看看制作方法吧 准备一个小碗里面放入一把花椒 几个大料 再倒入热水 先做一个花椒大料水 浸泡10分钟 提前切好的猪肉块 就切成这样的小块 然后剁成肉末 剁好以后先放进空盆里 里面放入一勺食盐 盐加够待会儿就不用放盐了 一节大葱从中间剔开 切成细丝 再切成葱花 再剁一点姜末 切好以后先备用 热水泡好以后 用米漏先固塞出来 将花椒水里面倒入一大勺生抽 半勺老抽 先搅拌均匀 现在可以把搅拌好的料水分三次倒入肉馅里面 第一次倒入料水搅拌均匀 让肉馅把料水全部吸收 再接着倒入第二次料水 继续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至肉馅呈拉丝状 料水也全部吸收 放入葱花姜末 在泼上烧开的热油 激发出葱的香味 搅拌均匀 用食用油锁住肉馅的水分 这样肉馅吃着又香又鲜嫩 翻越以后打入一颗鲜鸡蛋 继续搅拌均匀 这样肉馅吃着更滑嫩了 一只搅拌均匀 一只搅拌均匀 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准备一结莲藕 提前清理干净 然后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小碎丁 如果看得有点太制冷 可以再剁碎一下 然后放进肉馅里 准备一把新鲜的玉米 把玉米切碎 如果直接用玉米的颗粒有点太大 切得小一点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切好以后放进肉馅里 现在就可以上下搅拌均匀 加入玉米 小孩子特别喜欢这个口味 比买的火腿还要好吃 这样就调好了 提前剪好的面团 先把面团揉光滑 搓成细长条 然后切成小面团 再按压成一个小饼状 擀烫一个中间后 边缘薄的面皮 面皮里面放入馅料 现在就可以开始包了 水开之后 下入饺子 先盖上盖子 闷十秒钟 然后顺着锅的边缘 进行推动 中间要点上三次冷水 组织饺子全部漂浮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盛出装盘啦 这样热气腾腾的 莲藕馅饺子就做好了 这样调馅方法 不管大人和孩子 都特别喜欢这个口味 如果你喜欢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 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和转发哦 谢谢支持 拜拜